中国外交部发言 他说飞到我们领土 飞到他们的领土 别大惊小乖 把他击落 退附会主委冯志宽 针对中国无人机 频繁绕台 支烟应该打下来 会这么直接 就是因为中国实在太气人 中国的无人机 到中国的领土上 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 值得大惊小乖的事 赵立坚对明目张胆的 入侵行为 一袭自家领土说 引发国人不满 外交部也高分被回击 相对于冯志宽义愤填膺 国防部长邱国正 则把无人机比喻为麻雀 表示已经有拟定 新的应对方式 行政院长苏贞昌则说 国军用能力 击落无人机 表示将全力支持 国军填购新装备 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 沟通写的官科比 二十九号针对中共无人机 平凡绕台表示 自己还没看到相关报道 但若报道属实 对中国想要建立的新常态 美国不会接受 根据了解 目前无人机防御系统 以及反制装备 都尚未运送到前线 国军仍以发射信号弹 驱离为主 至于新的处置方式 国防部还在眼里当中 华视新闻张志愿 红西宇台北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